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习写程式的道路并不容易 有些人为了追求梦想的工作 满腔热血参加了转职课程 才发现自己不适合而放弃 有些人选择自学的道路 却在知识的大海中迷失方向 最后挫折感太重而无法坚持下去 那些投入的时间跟金钱将再也不会回来 到底要怎么学习才能减少这些令人头痛的状况呢 今天的影片我会分享根据我这些年学习程式撞墙的经验 整理出的一套我认为最有效的学习程式的方法 我这个学习方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分别是目标制定 蓝图 免费资源 线上课程 实体课程 实作project 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介绍 在每一个阶段你该做哪些事情吧 不管你想要学什么 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搞清楚你的目的 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不但可以帮你决定你到底需要学什么语言或是技术 也会成为你坚持下去的动力 要成为前端工程师后端工程师还是续写APP 或是向往资料科学发展 每一种方向所需要的技能都不一样 所以千万不要听到别人说先学什么好 就一股脑跳进去了 最后才发现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对就是在说那些无脑推荐第一个语言学C++的人 务必要先了解自己深圳需要的是什么 推荐大家可以先去一些求职网站 像是LinkedIn或是104 了解自己有兴趣的职缺 不但可以先了解这些职位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也可以大致了解这些职位需要懂的技术是哪些 进而决定自己的学习计划 当然了在一开始对很多东西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要直接选定一个目标也并不容易 所以如果暂时无法确定自己的兴趣在哪 可以先跳到第二个步骤 就是蓝图 在左手开始学习之前 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 就是先对各种技术有一个大局观的了解 我有跟一些初学者聊过 发现有些人虽然已经在学HTML 却不知道HTML、CSS跟JavaScript用途分别是什么 也遇过学一种语言 学到一半遇到一个瓶颈 就想换另外一种语言学习的人 觉得这样换一下就可以加深对程式设计的了解 殊不知这样只是拉长学习的时间 走更多弯路而已 在开始学习之前 先了解各种语言技术的用途是很重要的 例如前面所说的HTML、CSS跟JavaScript 各自有什么功能 我知道很多人什么都不知道就先学再说 也是可以成功学会 那学会之后自然也知道各自的功能了 我当初也是这样乱摸学会的 不过我觉得先有一个大局观的了解 会让之后的学习更有方向 也可以减少中途感到挫折而放弃 或是不知道在学什么的迥禁 再来如果有很多种技术 可以达到同一个功能 例如程式语言或是框架的选择 那我也推荐可以先比较各种选择优缺点之后 再决定对自己来说最好的是哪一个 因为现在语言框架五花八门 对刚接触的人来说可能一看到就觉得头痛 新手要自己做比较完善的分析也是有点困难 所以推荐大家可以询问一些有经验的人的意见 以及避免走太多歪路 那我在这边推荐一个影片 虽然有点长 不过它几乎涵盖了所有2022年 业界在使用的网页技术 算是一个不错的起始点 脑袋中对于你要学的东西有一个粗略的蓝图之后 就可以开始着手学习了 在购买任何付费的课程之前 我都建议先从免费的资源开始看 像是网路上的一些文章 或是YouTube上面的一些教学影片 为什么要从免费的开始看呢 第一个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前面所说的蓝图 先看一些教学影片或是教学文章之后 可以帮助你对你在学的东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更好的判断你需要学的东西了 如果你发现你对写程式没有兴趣 也可以现在提早放弃 不要等花钱上了课之后才发现不适合 那就真的写本无归啦 看了一些免费资源有了初步的了解后 如果你确定你是有兴趣想要继续学下去 就可以考虑购买付费的课程了 既然现在网路上这么多免费的教学 那免费的教学跟付费的线上课程又有什么差别呢 有免费的为什么还要花钱买课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付费的课程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会把某一项技术 由浅入深的交给你 课程内容已经系统化的帮你整理好了 所以你只要选一个好的课程 然后跟着课程去操作 结束之后你基础应该要绘的东西 通常它都带你操作过一次 剩下的就只是自己实际做project 才会真正的熟练跟内化 另外一个好处是 自己花钱买的东西总会比较珍惜嘛 都花钱买下去了 为了不浪费 多少也会比较有动力去把它看完 像我之前还不会前端技术的时候 就是看Udemy上面的 React the Complete Guide这个课程 学习React的基础 课程除了React的基础观念 到一些优化技巧 Redux的使用 等等React重要的基础知识之外 它也会带你完成一个小project 透过课程学到扎实的基础之后 我自己又另外做了几个project 后来就顺利的发挥当时学习到的技术 找到全端工程师的工作了 Udemy上面的课程在特价期间 都只要300多块 只用300多块就买到一个完整的课程 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 如果大家可以接受全英文的课程 那我非常推荐考虑从Udemy开始 那这次很感谢Udemy的邀约合作 让我有机会推荐给大家这个课程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 购买这个课程 首先我想讲一下为什么我把实体课程的顺序 排在线上课程的后面 我有跟一些上过转职课程的人聊过 通常在课堂上表现好的 都是之前有自己学过 已经有一些基础的 不然就是真的要非常认真 下课也花非常多时间学习 实体课程不像自学或是线上课程一样 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进度 如果你是零基础的状态 直接去上课是会非常容易跟不上 那一旦开始跟不上 到后面就很容易直接放弃 而实体课程的费用又是最贵的 可能动辄几万块 所以我比较不建议零基础的状态 直接跳进去学 最好还是自己先有一些基础再去报名 再来我说一下实体课程跟线上课程的比较 我认为使用线上资源或是线上课程的学习效率 一定是比实体课程好的 不过实体课程也是有无法取代的优点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一般线上课程都是使用录制好的影片来进行教学 而影片在制作的时候可以先撰写脚本来规划 影片录制完成之后也可以运用剪辑 剪较不必要的部分 并加上动画来辅助 让理解更加容易 所以经过这些规划跟后制的影片 资讯是更浓缩的 可以比实体课程更有效率的传递资讯 相比之下实体课程直接Live去教 效率其实是很低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都开始使用翻转教室的方式去上课 把教授宝贵的时间花在解答学生的问题 而不是一直花时间在重复性的授课上面 不过实体课程有几个无法取代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可以跟一群有同样目标的人一起学习 在那样的气氛下通常会更有动力去学习 比较不会学到一半就失去动力 第二个好处就是分组的合作机会 在实体课程中通常最后都会分组 然后合力去完成一个project 虽然分组做出来的东西不一定会比一个人做出来好 但是面试通常都会问过去合作的经验 所以有合作的经验对求职是会有帮助的 如果做出来的成品不错 放在履历上也是一个加分 那最后成果发表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公司的人来看 所以如果表现不错 也是有机会直接拿到面试的机会 总结来说我觉得实体课程的优势 并不在实质的教学内容上面 而是你从中得到的一些经验跟机会 如果你是自学能力非常强的人 那我觉得实体课程并不一定是必须的 可以试自己的需求决定要不要去上 通常只靠课程吸收是不够的 还是要自己实做一些project 经历中间遇到没遇过的问题 Google寻找解答或是debug的过程 才能真正内化前面学到的东西 如果不是真的做得超级好 通常只靠课堂上的一个project 可能不太够了 所以我当初自己找第一份工作时 也是有自己另外做一些project 至少履历内容是可以填满一整页的 我才比较安心 然后我想要补充的一点是 如果你上完一个课程 却又觉得自己没有完全学会 千万要小心不要又跑去买另外一个课程 然后进入不断上课 然后一直觉得学不会的无限循环 最后浪费一堆时间 刚上完课觉得没有完全学会是非常正常的 会觉得没有学会的原因 是因为你只是跟着课程把它做完 但是你没有自己拿来应用的经验 所以真正的解法是你自己开始动手做一些东西 遇到问题就自己上网Google找答案 这样才能掌握工程师最重要的 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以上就是我认为能够降低因为挫折放弃的机率 也能够最小化浪费钱在不必要的课程上的风险 的学习系统啦 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段时间就非常的挫折 当时就觉得我们在学这些计算机的理论跟演算法 但是我却连我们平常每天在使用的电脑程式都不会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当时会这么挫折的原因就是 我不知道我在学习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应用 也不知道那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现在我在做教学的时候 包括现在这套学习系统也是 我都非常强调要从实际应用的场景来代入 还有要知道自己学习的目的 那这样学习的时候才会更有动力 学会的时候也会更有成就感 可能有些人会想问 如果不花钱 完全使用免费的资源是可行的吗 网路上有很多免费的资源也整理了 不比付费的课程差 所以我觉得只要找到一个好的教学 然后有耐心的学完 效果也不会比较差 不过因为它是免费的 大家通常就会比较不珍惜嘛 那可能一个教学看到一半就觉得 欸这个教学好像更好 结果你没看完又跑去看另一个 那这样学习效率就会变得比较差了 加上网路上免费的教学真的是非常多 新手看到这么爆量的资讯 也会很容易不知道到底要从哪边开始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想要完全走免费的路线 那可以找有经验的人稍微指点一下方向 不然就是你脑中要有一个清楚的蓝图 搞清楚自己在干嘛 明确的往一个方向去前进 比较不会走太多弯路 然后越学越挫折 最后就放弃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